夫君这样的梦想实现家 是如何把设想中的医疗设备落地 变成实实在在的救死扶伤工具的 他们需要对接的各种资源 又是从哪里来的 在上海有一个技术供需对接平台 支撑起巨大的技术交易需求 眼前这位躺在病床上的年轻患者叫小杰 大学四年级时 曾因为不慎摔倒 一度陷入了重度昏迷 大四年的时候 就是出现了一个分泌 重度分泌 已经瞳孔都是散了 瞳孔都是散了 当时在桂阳抢救的时候 直接宣布是植物人 后来小杰接受了脑机接口手术 目前他不仅可以用眼神与人交流 发出声音 甚至还可以做一些 诸如握手摸鼻子这样的动作了 正在给小杰做进一步治疗的 侯力军医生表示 治病救人除了要有医术 还必须要依靠适当的设备 过去二十年 他亲眼见证了我国 高技术医疗设备的从无到有 从少到多 正是这些创新性的设备 让越来越多的患者 得到了更好的救治 病人有需求 医生有想法 而企业有技术 但要靠他们自行寻找对接 并制造出一件高技术含量的医疗设备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在医疗领域如此 在其他领域也是一样 为此 上海专门提出了 一赛一展一平台模式 即通过中国创新挑战赛 从企业创新技术需求出发 来发掘好的科创项目 再通过浦江创新论坛 全球技术转移大会 和InnoMatch 全球技术供需对接平台 来对接各方资源 加速成果转化 时至今日 InnoMatch 全球技术供需对接平台 已经吸引了 19000多名技术经理人入驻 累计征集国际国内 2351家创新企业的 4576项需求 亿项获正式签约53.9亿元 技术经理人在工作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通过发现企业的 一些技术上的痛点 来帮助他们进行 技术需求的拆解 中间去帮助他们进行 这种业务的撮合 进行业务的对接 对这个有技术需求 和技术转让资源的 这样一个市场主体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这样一个链接平台 在技术成果的交易 包括信息对接 包括最后的撮合成功 应该说这是 背后是一张 巨大的技术交易的网络 这种方法不得了 这个人是最后的 这种方法不得了 这种方法不得了 就像没有一样 我来说